酒后开车上路遭远警当场抓包 台北石中山区一名男子跟朋友唱歌喝酒 要开车回家时找了代驾 但是呢他却将车从地下停车场开到了平原道路上 而且还是逆向停车 远警发现之后上前关心 闻到男子身上的酒味 当场将人一送把办 警方蓝查发现驾驶停车怪怪的 拍拍车窗要领检发现散发浓浓酒气 我知道你确实有代驾先生在这边 我确实也相信你就是提前有叫 要来帮忙开车的驾驶也在一旁看傻眼 因为酒侧值超级高 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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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真的要请代驾的话 你应该是要请代驾跟着你一起去停车场 把车开上来 只是说也奇怪 怎么找了代驾竟然还违法酒驾 原来这名驾驶从地下停车开了上来 逆向停车被远景抓包 这才让整件酒驾的事情整个曝光 事发就在台北中山区中山北路一段巷洞内 原来这名驾驶凌晨在附近的KTV饮酒狂欢 喝了12罐啤酒还有50毫升威士忌 以为从地下停车场开车上来 停车等代驾不会被发现 结果当场被逮 警方进一步检测 酒测值高达0.47 已超过法定标准值 依法带反锁侦办 存侥幸心态酒后移车 短短的几秒钟 付出的代驾可真不小 接着马上的张士奎台北采访报导 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